这位是真大方啊 就问是老乡吧 给你一百 这发钱的很热情 可大伙哪敢收啊 再看这个动作熟悉吧 这过年的时候会经常出现 这台词一般都是 别撕罢了 别撕罢了 给孩子了这是 可是这回不撕罢是真不行啊 发钱这位真的是喝多了 那么据说 上车就开始喝 没多久就醉了 居然开始掏出钱发红包 周围乘客都劝他 可是拦不住他硬塞啊 一口气发出去十多个红包 最后呢多亏乘警及时发现 帮他把钱收了回来 这个时候啊 男子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 乘警只能暂时替他把钱保管 那么根据周围旅客说啊 男子一直在外地打工 这些钱呢都是他的血汗钱 谁也不能真收红包啊 几小时候 这位终于醒酒了 疑问才知道这事啊 说啥也不知道 对之前发红包的一点印象没有了 最终呢 趁经把钱都还给了他 5800元钱是分文不少 闹了这么个大笑话 幸亏钱都已经找回来了 要不然回家怎么向家里边人交代 解释了 摆成本 解释了 解释了